为了推动农业永续发展 台湾通过食农教育法 以食农教育培养全民对台湾农业 食物与环境的认识 今年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也以食农素养为概念 规划慢读好食客全国巡回展 首站就来到新竹县文化局图书馆展出 政府已经公布食农教育法 再加上联合国已经公布17项发展指标 食农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项 所以我们就应景 然后结合世界趋势的观点 推出了食农教育的巡回展 那透过馆场的活化 把好的主题书展推展出来 然后到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县市去巡回的时候 他们会搭配他们在地的活动 在地的讲座 然后在地的很多的一个桌游的游戏 然后让我们的学子或我们的读者 可以做中学 学中做 了解到食农教育的知识 技能 态度跟价值 借着这一次的巡回展览 对我们对自己的家乡的土地 环境 农业 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也就是透过我们的一些图书的一些展览 让大家知道 学到一些知识 或者尝试 能够把这个食农教育生化下去 我想这是对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对食农教育的一个 生化的最好的一个展览 农委会主任秘书范美龄说 今年五月份总统颁布 施行食农教育法后 农委会便如火如荼 施行食农教育六大方针概念 要加强民众怎么吃对身体好 如何吃当季的农产品等知识 达成人 土地与环境三方共好 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希望 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支持 我们在地的农业 那食农教育它就是自己与自己和好 人与人之间和好 人与环境共好 我们期盼所有的国民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 食当季 食当季 然后与好朋友共同来分享我们的饮食 然后最重要的是支持我们台湾农业的一个永续 慢读好时刻全国巡回展展出时间 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 并规划书展食农体验 绘本说故事DIY与市集等活动 民众完成观展闯关任务 及田达观展问卷 还有机会抽中永续食农便当盒 记者简书期新竹采访报道 已经放到 五分钟 还有内容